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全球化下的人文素养 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啊 他就是著名的李欧凡教授 您好李教授 今天呢是由我来为大家主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是亚太第一卫视的陈坚 那说到李欧凡教授 我相信很多的读者都阅读过他的作品无数 李欧凡教授呢是出生在河南 在年少的时候呢就移居去了台湾 在台湾大学的外文系毕业 那在学校期间呢和他的几个同学 包括白鲜勇先生在一起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做是现代文学啊 在当时呢也是推动了台湾的文学思潮 那之后呢他又去美国深造 在美国哈佛大学呢是获得了中国思想史的博士学位 之后在全球的很多一流的大学任教 在九年前李欧凡教授呢是在哈佛大学退休之后 移居我们香港 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一直到现在 那么这几年呢他一直是在思考和大家分享一个理念 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到底人文素养起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全球化对人文素养是否带来冲击呢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时间呢交给李教授 非常听到吗 我广东话的后来当还干嘛用普通话广 单准讨论可以用广东话讨论就当 我今天只讲不超过一个小时 我很想跟各位交流一点经验 所以非常欢迎我讲完以后 请各位尽量的提问提大家 在座还有几位名格人像毛俊辉先生 能够来捧场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那么我的一项的演讲是不带草稿的 虽然我的草稿已经打好了 可是今天充充忙忙竟然把草稿留在家里 而且还有好几本书也没有带来 可是呢我觉得也许这样的逼得我 用一种更自由更亲切闲谈的方式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最关心的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我第一次是在香港大学讲过 是用英文讲的 后来放在我的那本小书 在香港的习惯就是要我自己的书做广告 你们买不买无所谓 叫做人文今朝 第一讲里面就是讲这个题目 后来我以同样的题目在上海 那本书后来扩大变成人文六讲的时候 我也讲类似的一个题目 几乎是同样的题目在上海 两次的反应特别在上海都非常热烈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可能是大家开始有点关心的 当然在座可能还有很多朋友 没有听过我的这个老生常谈 所以今天我加了很多新的内容 因为从这几次演讲来 第一次大概是四五年前吧 第二次大概两年前 到现在我就发现全球化的步伐更加快了 所以我要对于我对于全球化的观点 我要重新做一些修正 第一个修正就是全球化不会马上消灭的 可能会越来越厉害 我用的厉害是一种中性的名词 就是说它的好的和坏的都会有影响 当我第一次在美国结束到这个名词的时候 当时在学院里面 大家只是有人提出来 当时提出来的辩论就是 到底全球化是不是等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一般的学者认为是等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也就是市场经济扩展 到了一种后期的资本主义的时代的时候 银行业变成最重要的 香港是在最前面 大家都是玩股票 所以最后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里面 时间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在全球的世界里面 最重要的是都市 而都市的定义最重要的是金融中心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特征呢 香港都是名列前茅 香港绝对是一个金融都市 后来有些学者就开始对全球化做一些文化的定义 那么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第一个定义就是大家认为全球化呢 是让我们进入一种科技时代 特别是网络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的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几乎是和网络和我们的手提这个电话 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顺便问一下 在座的有哪几位像我一样 没有手提电话的请举手 果然每个人都有 只有一位 有一位 那是知音的 其实我也有一个手提电话 不过里面只有一个号码 就是我老婆的电话号码 我有时候迷路了我就打电话 老婆我得还冰的 所以这个我故意讲那个故事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的科技网络文化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分不清 到底生活在哪一个现实里面 是日常生活的现实 还是网络的现实 最近我发现在香港 我这次就坐地铁来的 每次都发现 每一个坐地铁的年轻的朋友 都在这么看 都在看自己的这个电脑 所以我很担心他们再过十年 每个人都会驼背了 只有我现在身体比较挺直 因为我在家里练功 所以这个现象 是最近两三年的现象 大家想一想 网络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实在只是90年代才开始流行的 第一次这个试验用网络 是在197几年左右 198几年 到了90年代开始 上世纪才开始网络 桌上一干就出来了 你连手都不用拿了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 就是这个网络的世界 非但已经侵入到我们生活的世界 而且和我们的生活世界混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很新的发展 那么另外一个发展就是 最近大家常常讲的 特别是在香港做文化研究的学者 常常讲的就是 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文字和视觉 加在一起的媒体 所以有人认为呢 20世纪其实已经是进入一个视觉的世界 就是所谓一个visual age 为什么呢 因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就是电影 到了20世纪中期之后 电视进来了 现在网络又把电视和电影 加上DVD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进入的一个世界 是一个视听的世界 在这种影响之下呢 书本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一个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一个财经世界 网络世界和视觉世界 混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文主义的出发点 就是个人的日常生活 在一个华语的语境里面 我们马上会说到我们家庭的生活 因为在华语的世界里面 个人和家庭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这种的 这种好像这种 人性化的或者人情化的 有联络性的一种 这种团体呢 有一个德文叫做 Gemanshaft 就是也可以叫做 Human Community 就是个人的一些团体 人的社团 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 特别是在香港 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 我们的社会已经从这个 人性的人情的团体变成一个 机械的管理的 高度的合理化的一个世界的 德文叫做 Geselschaft 你看那个 我们这里有几位马勒迷 马勒那个 德国唱片公司最后一个 就是一种科技化的 管理化的 合理化的 大公司 所以这种超级大公司 也进到了 用各种的方式 包括我们的大学教育 我以后可能会专门为大学教育 从这个问题上 提出一些我的看法 就我们整个的生活 包括人文的教育的生活 都已经被这种高度的管理化 快要取代了 那么这又造成了一个危机 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一些危机 我在此要声明的就是 危机也是一个中性的名词 可以是好的 也可以是坏的 也可以把坏的变成好的 我是希望把坏的变成好的 就是有了危险 所以才有机 有危才有机 对了 有危才有机 李教授 其实我相信 在座很多年轻的朋友 可能都是体会到 这个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为什么大家觉得 世界各地的事情 我在自己的手机当中 就可以看到 但是呢 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质量 还有这个人文 我们人本身 在这个人类社会当中 扮演的角色 其实起到很大的冲击 我下面就讲这个 所以我相信大家很想知道 对 我是先开场白 我还要把这个全球化社会描绘一下 当然这个 下面就是要谈到这个 对于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上 人文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题目 我这个题目呢 应该有个副标题 这个副标题就是 因为这次是书展 所以我应该说 下面的副标题就是 全球化影响下的书和文字 作为人文素养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的话 它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这个副标题太长了 也就是各位的人文素养是什么 因为这个人文素养这个题目呢 我是临时起的 这是一个很老派的题目 有人是听着会很反感 现在讲什么素养啊 这个好像一种老派的 意思就是说你们人老了就有素养了 我们年轻的就没有素养 不是这回事 不是这回事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素养这个字 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上 在这种挑战下 做一个新的定义 我这个定义就是把这两个字拆开 素先不讲 吃素菜或者吃荤菜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讲那个养 我想各位现在已经面临到了 一个新的挑战 就是对于身体很重视 我们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大家不敢乱吃乱喝了 特别我们年纪大的人 注重身体了 要保养身体了 可是呢 现在在这个全球化影响下 对于身体的关注 往往超过对于心灵的关注 所以我提出来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 心灵和身体是一体的 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素养那个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心灵的滋养 这个心灵的滋养用什么办法 才能够积累起来 所以在积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面对了全球化的挑战呢 就可以应付欲辱 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所以我还在练功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可是呢 每个人都需要开始 如果你不开始 如果你不管的话 你就会随着日常生活里面的各种的潮流 全球化的潮流 就把你带到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有个最普通的现象就是 我在国内 中国内地 很多年轻的同学问我就是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我失落了 我有忧郁病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受到各种的压力 我怎么办 让我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我说我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个现象是越来越严重 我记得我在中文大学有次演讲 讲完了之后 很多女同学就特别提出来说 我失落怎么办 就是这个问题 后来在网上听说也弄出来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现在也变成一个小小的危机了 就是感受得很深的 那么我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说 那么这个心灵的滋养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里面 我们怎么样利用最新的科技 最新的资讯 然后呢 怎么样重新对于书和阅读 做一个新的定义 把这些阅读的行为 放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 说起来是非常的容易 可是呢 你如果要掉书袋的话 各位可以问问 最近有多少人很关注这个问题呢 我一定有一位关注 他的文章写得很漂亮的 就是亚洲周刊的总编辑 邱立本 今天邱总没有来 我因为他不知道 我要引用他的文章 因为这个既然是亚洲周刊 做这个sponsor呢 所以我一定要为亚洲周刊 做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呢 就是大家都看过的这本书 所以这个学在这书 这是为书展退位提出来 这个阅读 阅读令世界美好 我们做人文学者的 就是对任何的文字 任何的这种文本 都可以做一个解释 我这个解释就是 阅读令世界美好 我后面要打一个问号 你阅读就会令世界美好吗 那么从阅读怎么进到世界美好 那么美好的世界是什么 这一串的问题就出来了 当然邱总呢 恨不得把阅读这个阅字呢 变成一个快乐的阅字 就说快乐的阅读 现在有个新的名词 叫做阅读 喜悦的阅 就阅读 那么各位如果看过 邱总的这篇文章 非常的精彩 它叫做拒绝阅读的抛影 其实他关心的问题 跟我关心的问题 是一模一样的 他其实可以跟我来对话 来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说 他觉得 前面他讲到 一些我们日常生活的现象 跟我刚刚讲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他一下子跳到 他说 我们的书展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让各位 买了一大堆书 抱着回家里 然后呢 你不能说一股脑丢在家里了 要把每本书拿出来摸一摸 像潘国瓴的书 他今天送我的书 你看这本书多漂亮 来去摸一摸 然后呢 他开始看的 看的时候呢 他还说 先来游一杯红酒 然后慢慢看 才做一种阅读 他言下自己就是说 这个速度 要跟我们的生活 要慢下来 一个基本的阅读的 基本的条件就是慢 不能快 我们在网上的阅读 是很快地浏览的 很快地看完了 看完了 没有人像我这样 一个字慢慢慢慢看的 把眼睛都看坏了 那么这个阅读 慢 是和 他叫做一种深层的阅读 是合在一起的 什么叫做深层的阅读呢 因为他要跟各位带来喜悦 所以他就说 阅读啊 就是人跟书做恋爱 不是一夜情 一夜情是一种身体的刺激 是一种 跟陌生人 你根本不知道他 一下子刺激 第二天忘了干干净净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 现代全球化 一个最基本的现象 你可以看看 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有多少电影是讲一夜情的 几乎每部电影都有了 甚至人跟机器 还有一夜情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还没有人拍这个片子 已经差不多了 可是他的说法 是一种比较老实的说法 就是说 我们要跟书本恋爱 所以我们应该是 摸了书之后跟他 好像书就像一本情书一样 一封情信 看了之后不停地再看 所以阅读的意义 就是要不停地看 看了一遍之后 注入了一些标签 然后回头再看 换言之就是 邱总的意义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和书本 做恋爱的话呢 我们如果真的是 看了几本书 它使我们感动 它会改变我们的人生 改变我们的性情 然后改变每个人的性情之后 大家在一起 就可以合手来改变这个世界 使得这个世界更美好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 不停地在讲 要使得这个世界更美好呢 因为非常明显的就是 各位看看 全球化的视觉娱乐文化里面 那个世界是更不美好的 最近这几个月来 美国好莱坞出产的 大电巨片 就是千万巨片 这个blockbuster 几乎90%都是世界末日 包括最近白宫被炸掉了 一个电影 这个太平洋地区 Pacific Room 一个妖怪出来了 又是一个电影 香港演了没有还不晓得 我最近在台湾晚上很累 于是呢 照样的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 在电视上看 每次看都是有妖怪跑出来 很多这类的故事 有好有坏 似乎我们感觉到 这个邱总的这个美好的世界 阅读建立起的美好的世界 跟我们视觉文化里面 看到的世界完全相反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 世界末日式的这种 令人刺激的末日世界呢 我想很多文化研究者呢 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最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坐飞机回来 就在飞机上面看到 International Harry Tribune 一个电影的评论 就是讲这个的 他是说 美国一个基督教的传统 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里面 老早就有世界末日的看法了 所以呢 一直到现在为止 一点都不出奇 可是我的问题 更不在这里 就是说 那么这些片子 在中国也很卖作 为什么这个 大家觉得这个很刺激呢 其实这个 全球化的影响就进来了 因为这些片子 你们看的时候 是不当真的 因为跟漫画差不多 是电脑做出来的 是一种机器 视觉 让你们感觉到一种震撼 所以看完就刺激 第二天就忘记了 就跟我一样 我看完都忘记了 可是呢 他用大量的金钱 这个金钱从哪里来呢 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金钱来的 不停地地方人投资的 然后呢 让你感受到的一种 是一种一两个小时的刺激 就没有了 那么你再仔细看 这些电影的内容里面呢 基本上 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定感 就是这个片子拍到最后呢 每一个故事都似乎在重复另外一个电影的故事 所以你要标信力的同时呢 都在不停地在复制原来的故事 好像同一个故事不停地在述说 而这个述说的过程里面 加上一些小小的心意 换言之就是说 没有什么大的创意了 可是呢 让大家感受到不停地刺激 一次一次的刺激 说的不好听 或者因为邱总的说法就是 第一次一夜情不过瘾 你看一个剧片 就是跟那个电影来一次一夜情 第二天晚上再来一个 再跟另外一个女人一夜情 或者再跟另外一个男人 男女平等嘛 或者再跟另外一个机器 另外一个电影 剧片来一夜的刺激 第二天我忘记了 那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视觉文化 好莱坞的剧片带给我们的 是一种特别的 就是要让我们忘记的刺激 因为你如果记得的话 你这个片子看来看去 别的片子不需要拍了嘛 所以在一个福祉的文化时代里面 这是学理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班叶明所说的 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福祉的 这个时代里面呢 已经没有艺术品所说的 原汁原味的那种灵性了 这个灵性已经永远消失了 可是当时 班叶明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当时电影刚刚发展 所以他对电影充满了期待 他认为这个电影作为一个福祉的艺术品 可以普及大众 可以带动革命 可以为整个的人类带给平等 因为以前的艺术品只是为贵族 为少数人看的 现在呢电影是一个大众的娱乐 可是班叶明没有想到不到一百年 这个电影已经变成了 非但是大众的娱乐 而且变成一个全球化里面 最能够代表我们这种所谓 瞬间刺激的 一夜情世的这个视觉文化了 这个也无所谓 下面就很有意思了 我就说为什么这么多题材 大家不约而同的是讲世界末日 这个就我觉得是启动了一个 对我来讲 现在这个研究全球化文化里面 最难讲的一个题目 就是所谓时空压述 就我们现在生活的日常生活里面 和以前不一样了 就是时间和空间都压述在 那一两个钟头里面 就压述在一个现在 所以我们不停在重复我们的现在 特别是在你看电影的时候 你已经忘记一场生活的 原来的生活的那个连续性的 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 一段一段的时间里面 当然有的人可以把一天的时间 安排得很好 几点到几点做什么 可是那基本上是片段 片段片段片段 一个人生如果没有连续性的话 你注定要得忧郁病 因为人是需要某一种的连续性的 可是那种连续性的 现在已经被新的媒体 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打断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只能抓住的一个东西就是 时间如果是一种连续的时间的话 我们以前的传统世界的延续是 从古到今 好像中国以前讲历史故事的 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念这个历史书 就是从早背出来 三皇五帝啦 什么唐鱼下商多啦 这么一路背 现在没有人背这个历史朝代了 然后呢 时间的那种顺序 在西方是一个世纪 两个世纪 多少世纪 到了二十世纪 现在很少人讲二十一世纪了 我们已经我们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连续性呢 往前看的时候 对于将来的那个连续性 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现在的这个 这是好莱坞的大片 刚刚好带给我们的 就是这种 对于前途的不安定感 为了给你刺激 所以来一个所谓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和美好的世界 乌托邦是一物的两面 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科幻小说 全部讲的都是将来的乌托邦 只有少数的例外 一个最著名的例外 就是奥威尔的 这个1984 还有一个Huxley的 美丽的新世界 美丽的世界新世界 The Brave New World 其实是最不美丽的新世界 它是用一个反义字过来的 除了这个字外 基本上都是一个乌托邦的 美好的世界 包括共产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理想 都是美好的 空想社会主义 很奇怪就是 到了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没有一个新的理想 没有了 将来的世界 最好的理想 也不过是Avatar那个理想 我们到了外星 看到很美的 像贵阳山水画似的 那个本来是在贵阳那里拍的 大家看过Avatar吧 阿凡达 它借用了很多东方的元素 让我回到一个 比较原始的时代 来脱离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 这种超过机器的时代 所以很 总而言之就是说 这种视觉的影响 基本上已经代表了 在现在生活里面 时空压缩之下 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危机 那么这个危机呢 让大家感觉到 前途很难讲 越是觉得前途稳定 我们越要用一种 鼓励的话来跟你说 要用将来更美好 所以我就把 邱总的文章 解构了一半了 他就说 阅读 让世界更美好 那么下面 我就来支持他了 我刚刚这个 解构了一半 再来支持他 就是说 是不是阅读的行为 和好莱坞的 看好莱坞的剧片 不一样 阅读可以使我们 再次地 重建我们心灵的世界 使得我们 在重建的过程里面 大家使得 这个世界更美好 即使这个世界 不是我们现实的世界 也许我们从书本里面 建构一个将来的世界 这个世界 它的地位 应该是和我们 网站里面看到的世界 也是对等的 这个问题 目前还没有人提出来 因为目前 法国的一些理论家 从博主要下来 对于影响 就是说认为呢 这个形象的世界 视觉的世界 和电脑的世界 已经是超过了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的世界 英文叫做 Virtual Reality 这个Reality 已经是我们 统治了我们现在世界 那么我想邱总 所提出来的就是 我们读书阅读 或者是经过读书的讨论 是不是可以建构我们 另外一个Virtual Reality 那么这个世界 和视觉的世界 和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 顶足而三 或者像我这样的话 我那个视觉的世界 我一年只不过是 看那么几个钟头而已 看完就算了 就忘了 我的世界是什么 是阅读的世界 所以我现在回归我的正题 就是我要为邱总的这个问题 我做一些比较 怎么讲 稍微有点学理的这种 这个求证吧 那么下面就是我要提出来 就是说 既然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要追本所缘 就是人文所缘的 基本的出发点 就是对于文字 对于书本的执着 文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埃及和中国 很早很早就有了 埃及有 当时的埃及象形文字 中国当时有这个甲骨文 根据一位 哈佛图书馆总馆长 那位也是我的朋友 叫做Robert Darnton 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有中文本 他的英文叫 The Case for Books The Present,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中文应该翻译成书本的未来 好像是 那么这位学者呢 他说呢 他说当人类 发明文字的时候 是人类科技的第一次革命 整个的改变了 人类的认知行为 你也可以说意义 人找到意义 就是因为从文字开始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 很难有一种 人找到它的意义 就是文字本身 是一种魔术式的东西 世界各地开始发明了之后 下面 是什么呢 就是书本 这个书本呢 开始的时候是 它叫做手抄本 就是说 或者用手写的 或者是中国那个时候 是在那个主板上 刻画出来的 中国这个 很早了 这个周朝 商朝就开始有刻画出来 不管怎么说 就孔子那个时代吧 比如说那个时代的时候呢 每个人开始知道读书 把文字组合起来 可以把它抄写 或者把它用这个小刀子 在竹片上印出来 竹简印出来的时候 你的文字的意义又进了一步 他说这是第二次革命 那么从第一次革命 到第二次革命呢 中间的经过大概五千多年 这是Durnton的说法 那么第二次革命就是说 文字的意义 一个个别的字 个别的形状 或者个别的声音 变成了一个这个书写 有书出来 书的原型出来了 下面一个就是印刷了 书本本来是手写的 到了西方的15世纪 中国更早 中国这个差不多是11世纪 宋朝的时候 就开始有印刷书了 印刷使得我们的书本 可以流通 他认为呢 到了这个时候 是第三次革命的时候 整个的人类的习惯 已经改变了 也就是说 人文主义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这三次革命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三次革命的话 没有人文主义可以说 我们也不知道孔子是谁 对不对 我们看到孔子 都是从他的书本里面过来的 是经过的印刷书流通的 这三次革命 第三次大概 他说的多少年 因为我稿子没有带来 大概是几千年 那么下面一个革命 就是我们现在的革命 就是网络革命 他说呢 从第一次到第二次 大概五千多年 第二次到第三次 大概是三四千年 到现在越来越快了 就是从印刷到现在 一千多年 如果从西方是那个 郭根汉 Bible 是十五世纪的话 到现在 也没有 多少 一千 四百 一千 一四多少 一三多少 到现在 因为网络是 一九七级嘛 也很短的时间 他说从网络到我们现在 每个人都有小老鼠 进入日常生活的几十年而已 我们下面 是什么呢 可能几年的时间 就会有新东西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个 人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基点 不管是中国或者西方 就是印刷书的发明 这个印刷书的发明 才使得我们有书 才使得我们香港有书展 才使得邱总认为 我们可以很书本作爱 才知道摸着书的有味道 有感觉 这些都是最近这些年的事情 Ombecto Eco 一个我非常敬佩的 意大利的哲学家 他写过一本小说 也是畅销书 就叫The Name of the Rose 玫瑰 玫瑰的名字 是个证探小说 我一直想学他写一本证探小说 到现在写不出来 他最近和一位法国的电影编剧家 叫做Carrier 两个人有个对话 那个对话现在出来 有中文的翻译本 英文叫做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book 现在还没有到书本终结的时代 那么他们两个人对话呢 就讲到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他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说 印刷术发明之后 人类的脑子呢 它的阅读的习惯开始形成了 变成一个人类的基本的生活的方式的一部分 你会了这个之后呢 就好像你骑脚踏车一样啊 你不会忘记的 你脚踏车几十年不行 你有了脚踏车 你照样可以回气了 好像有水样子 你会有水的话 以后就永远会有水了 就淹不死了 他说人有了这个之后呢 非但是改变了他生活 这个人的脑子 它适应过了之后 这变成一个基本的能力 这个基本的能力呢 是网络时代不能够改变的 换言之就是说 他对于阅读的行为 对于书本 特别是印刷的书本 给予一种极为重要的定义 也就是说 没有书本的话 我们这些什么人文算也就免谈了 下面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因为 我们假想一个21世纪 现在刚刚出生的小孩子 一生下来 爸爸妈妈就让他看email 叫他看电脑 不看一本书的话 他的脑子会不会改变呢 这个问题 echo讲到一点 没有进深入谈 他怎么讲呢 他说呢 他这个人也很喜欢玩电脑 结果呢 他有个孙子八岁 他就跟他的孙子在电脑上面玩游戏下棋 结果呢 他这位有名的指挥家被他的孙子打败了 换言之就是说 你要玩电脑的话呢 年轻的一代绝对比我们老年的人行 一代比一代强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还要阅读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网上 干脆不管什么人文主义 或者来一个网络人文主义 或者叫做世界人文主义 机器人文主义 我们拆散了 印刷书本里面所有的所谓原始的因素 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网络时代的书本 有没有可能呢 有这个可能 那么这个可能是怎么样来描述呢 目前我只看到一位学者的描述 就是Robert Danton的那本书里面的描述 那么他用的例子也非常的实际 这个跟在座的各位 我们做研究的人就有点关系了 大家知道Google 在2006年还是2005年的时候 和全欧美世界 五间最大的大学的图书馆 最有名的大学图书馆 签了一个合约 就是纽约公共图书馆 Harvard Michigan Stanford 还有Oxford 这五家大学签一个合约 把所有他们的藏书呢 尽可能的变成Google 放在Google的网站里面 所以提供大家非常多的方便 所以目前 比如说我最近三个月 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做研究 我基本上不大去图书馆 为什么呢 我雇了一个研究助手 我说你在Google里面帮我找 他找到我知道我要什么 于是找到的话 你就把我印出来 就印出来 我就看就可以了 可是呢 当然这里面 Robert Dalton 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用这种网络的电脑世界 可以代替图书馆的书本呢 成的书本呢 他说绝对不可能 他说为什么不可能呢 他提出几个观点 非常好玩的 他说一个观点 他的说法就是说 任何形象式的机器呢 没有办法取代书本的味道 那个书本的皮子摸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邱老总讲的作哀了 你作哀要抚摸一下嘛 你感觉到不到东西 他提出一个证据 他说法国的大学生 有45%赞成看原来的书 不赞成在网络上看书 为什么呢 他们要觉得要摸摸书本的味道 就为了那个 所以法国的电脑专家 开始在研究 希望将来网络书里面呢 当你看那个书呢 你按一个电钮啊 就能特别味道 就从那个机器里面跑出来 就那个旧书的味道 那么现在目前 这个还不流行 很可能你看kindle的时候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kindle 我现在正在考虑买iPad 你那个书本 一碰那个书 那个叶都在那里动 完全是模拟看书的 那个经验 那个行为 可是即使如此 当你真正练功 进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另外一个 人的一种特别的能量就是 他的好奇心 是永远不会被满足的 目前人类的好奇心 往往是被这些刺激性的东西 把它慢慢慢慢模糊化了 或者是取代了 可是你如果真的进入 那个网站的 这个书本世界的时候 像我个人就是提供一个 个人的经验就是 当我把那个旧书 我讲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我看什么书呢 你们现在不会看的 是看当年中国一位翻译大家 叫做林秦南 他翻译的一百多种小说 我特别要看一本 他当年翻译 人人必读的小说 现在没有人看的 叫做什么呢 《沙克逊街后英雄传》 英文叫做《Ivanhoe》 那我怎么先看呢 我在小时候是看一个电影 迷得不得了 My first lesson in English history 就是从那个电影里出来的 所以我绝对看这种电影 那个电影普通 可是当时的中文的片名 在新竹大戏院 国民大戏院 叫做《沙克逊街后英雄略》 我这什么呢 我不懂 什么叫做《沙克逊》 什么叫做街后 什么叫做英雄略呢 因为林秦南把这本小说 翻成了古典的古文 那个呢 商务印书馆把它印出来 变成一本书 那本书呢 我以前家里有 后来丢掉了 后来我在美国 在《哈佛验经图书馆》里面 又找到一本 结果那本呢 送给苏州大学了 现在呢 我退而求其次 就让我的学生 从网上不要钱 把那个书本download 印出来纸 我摸到那个纸 稍微感觉到似乎有点像 当年我那个印象里面的 那个小本子那个样子 这个过程就是人文素养 你如果说英诺老师的说法 就是邱总的说法 你慢慢摸出一点 你在这个抚摸的过程里面 让你想象到 这个书本的制造的过程 是怎么来的 从这里让你和现今的世界 和古典的世界 有了一个联系 我是做研究的 你们可能是看了一本书 或者听一首音乐 就想到当年贝德芬是什么样子 同样的道理 这个联系呢 使得我突然感觉到 那天过得很美好 所以我老婆就说 哎呀你去做研究 闷死了 你每天再让他出门里面 我就说那个奇落无比 为什么呢 当你看到这 你就想象到 那个林青南 那个老头子又不懂英文 他怎么写的 他那个笔是怎么写的 然后他印出来 是这么印的 是上下印的 没有标点符号 可是有一样东西呢 我觉得永远比不上原来的 就是印出来的时候呢 因为他打印了双面的 我这个思绪老是搞不对 因为书本 当时的书本是这样看的 他这个思绪颠倒过来了 然后印出来的纸张呢 和原来那个书的味道又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我们在一个生活的 现在世界里面 很奇怪的就是 往往你开始在做人文修养的时候呢 你会自觉的或不自觉的 和一个传统的世界 用种种的方法拉上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并不是说 我们书袋子看书而已 你喜欢玩老旧的表 你喜欢收集旧的邮票 你喜欢现在有钱人千万富翁 要买这个七百十的画 同样的道理 你买了那个画 难道你真的懂七百十的话吗 你就觉得 哎呀 我也许在精神上 跟其大师有点关系了 然后有这种 当然 当然有人会说 什么关系都没有 就是这个很值钱嘛 我以后卖起来 卖得更贵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人似乎在 从不同的领域里面 在找寻阅读的意义 就是把书本 用另外一种方式 和现在的生活 和现在的这个视觉文化 把它连起来 连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恢复一种 稍微有点连续性的 日常生活的习惯 这个日常生活的习惯呢 是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 世世代代 把这个时间的观念 和空间的观念 用种种的方式 特别是书本的方式 是传给我们的 讲得再更深一点的话呢 有些法国的直辑教绩认为呢 我们借以生存的人文空间呢 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 是书本里面写出来的 那个空间 或者那个时间 孔子论语里面讲的 哪一天在河边洗澡 看到谁 跟他讲什么话 那个空间 那个东西 是书本里面讲出来的 那个空间 是最值得宝贵的 那么这位法国指挥家 可能潘国瓶在这里 他可能知道 这个 一个 Blancheau MauriceBlancheau 这是这些结构大师 特别欣赏的 一位法国作家 他就在讲 他用一个例子 就是用那个 Malamet的例子 就是说呢 他说人生有四种时间 最重要的时间 就是那种时间 就是你书本里面 讲那个时间 他说Malamet一辈子 就想写一本书 他说那个书在将来 这个书是这样 我还没有写 我所有的书本 就是未来这本书写的 他的时间 对于将来定义 是这种定义 我觉得是走火入魔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可是呢 基本上文学 人文如果是 我是学文学的 文学的意义在哪里 特别是这个 有叙事性的文学呢 就它一方面打破了 我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困 一方面它创造一个新的 或者说一个旧的时间 让我们进到那个书本的 文学的世界里面 那个世界有的时候是永久的 比如说希腊的史诗 有的时候是有很强的连续性的 像中国的野史 中国的演绎 历史小说 甚至有人认为 为什么我们现在 还有很多人喜欢读历史小说呢 就是希望恢复一种连续性 时间的连续性 历史总是要从古到今的嘛 或者从今跳古也可以 你不管怎么断裂 你总是希望找出一个秩序出来 使得这个文本里面的时间和空间 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产生一个更深层的意义 这个功夫呢 就要修炼了 我个人认为 所以我要回答邱总的问题就是 你如果买了一大堆书 回去摸摸之后 一翻看看没有什么意思怎么办 你看了之后 大失所望 看不下去 那么你怎么处理这些书呢 你把它丢掉 或者是不看 或者是摆在书架上 下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怎么样 什么样的欲望 让你到书展里面 是看什么样的书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电脑非常有用 网络非常有用 因为往往我们在看书之前 已经上网知道广告已经登出来了 像我的朋友 每个人都去Amazon订书 Amazon订书 只有我不订 可是我还是看呢 我突然在网上看 这本书廉价卖了多少多少 于是我就心里有数 有种好奇心 就是那个 它已经广告登出来的 书的名字出来了 于是呢 我就说 哎呀 我恨不得到一个书店里面 把那本书买来 这个欲望 是一种当代的欲望 就我马上又得到我东西 就因为我想肚子饿 马上又吃 我跟各位一样的 我等不及了 所以我马上到书店去买 往往香港的书店 令我失望 因为我要的书 它都没有 于是就想到书展 书展如果没有怎么办呢 回家可能有忧郁病了 你就depression 所以这种的欲望呢 有时候可以帮助你 倒过来讲就是 你当时看到的时候 这本书刚刚出版 比如说潘国陵的小说 诗本 我一看好漂亮 于是书店果然有 他刚刚送了我一本 哎呀 我就非常感觉很满足 这种的满足不可以低谷 所以这点 邱总就是有道理的 就是不可以低谷 然后你进去看的时候 要慢慢的读 什么慢慢的 就是要品味 所以这个素养 素是直素的意思 这英文叫做quality control 你怎么样直素呢 你喝红酒喝多了 你才知道哪种红酒是好的 哪种红酒是坏的 我现在知道 喝这个马提尼 哪种马提尼特别好 甚至Fatka怎么样 因为一位朋友带我去喝过 你知道那个味道的时候 看书也是一样 当你知道 有一位小说家 像奥维尔 他的1984看完 你下面也是他写的 Animal Farm 你说我要买了 我看了Animal Farm有点失望 不过有的人 有的人是从先看动物野兽农场 然后再看1984的 就是说你这个书的这种延伸阅读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慢慢慢慢 从书本里面 你找到了资料 筛选之后买到了书 这是一连串的阅读的行为 然后到了最后呢 你自己看完了 看的时候很喜欢分享 现在香港人最常用的词 就是分享 我的经验要跟各位分享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 分享这个行为是什么呢 是一个人际的行为 其实我刚刚讲的Gemanshaft 是个人间社会的一个互相行为 你如果这个 这是中国跟西方最不同的一点 西方的阅读的行为 基本上从理论上讲 是一个private app 其实我一个人看那本书 特别是现代主义的文学里面 我和那个书的关系 所以现在很多 这个学者做的 做的一些讨论文章 就是什么 Reading 就是我自己的Reading 所以它有很多的自由性 我说了就算 可是在中国的一个环境里面 华语的环境里面 往往是大家喜欢分享的 这种共同的讨论之后 那么大家 有一种共同的感觉是什么 孔子的论语就这么出来了 你谁知道 不是他的徒弟 大家讨论之后改一改呢 修一修呢 是谁写的 没人知道 可是是大家一起 把这个师父的话写出来的 基本的精神没有变 细节是大家的集体创作 集体的阅读 所以阅读的习惯 如果再做一个人文学 应该是一个集体的 有人情味的人间的行为 那么这个呢 有待于各位要组织 因为香港大学太忙了 哪里有时间做读书会呢 只有我的几个学生有读书会 所以我公开的鼓励各位 做读书分享会 就好像你们看电影的时候 一起看 一样的 不要一个人看 电影欣赏会 一起看 就好像为什么呢 你吃饭总是一起吃的嘛 你一个人吃都没有意思 你要吃大菜四五人吃的话 就有很多味道要出来 同样的道理 所以再继续 这个为什么世界可以生活有没有 就是我们用读书的行为 逐渐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建立一些有限的空间 我不敢说创立一个新的世界 或者是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呢 在这个空间 这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呢 有它的意义 所以最后我觉得一个 人文素养的目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每个人要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找尋自己的意义 这个意义呢 本来在中国也好 在西方也好 远古时代的意义 是天给你定下来的 一打雷 你怕有神 天神来打你了 慢慢慢慢 文字出来之后 是宗教 是责任 是文化 给你的定义 可是经过 我们最后的再次革命 不是最后 第四次革命 网络革命的时候呢 这个意义更复杂了 往往网络的世界 剥夺了你原先固有的意义 你也可以说是世俗化 这个世俗化已经把 这个西方的宗教的 这个魔力去掉了 那么现在的机械化呢 电脑化 又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原有的价值系统 也去掉了 所以剩下来的 你要怎么做呢 我个人觉得也许读书 也许品味 也许做这种讨论 似乎可以为我们日常生活 提供了一个新的开端 所以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 我希望各位能够多提问题 我一方面在批评求老总 一方面也在赞成他 这是我的一贯的方式 包括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言计也是一样 那么下面时间还够是吧 对 有时间 刚刚听了这个李教授的 这番讲话之后 那李教授开始讲之前 他就说阅读令世界更美好 其实这个是我们 今年书展的一个主题 在李教授开始讲的时候 他把这句话加上了问号 其实在听了李教授 这番话当中之后呢 这个问号在我的心里 已经是没有了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是不是还存在着 这样的一个问号 那么刚才就说到 其实在这个全球化底下呢 这个对人文素养 是产生很大的冲击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老少 大家都享受到 全球化底下带来的便利 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便 或者是很大的影响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 都有不同的答案 那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 各位的这个读者 好 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这位男生 有没有麦克风给他 你讲这个话也得 讲英文也得 有没有现场的工作人员 有没有麦克风给他 有吗 那或者你就直接问吧 麻烦你声音要讲大一点 因为我年纪大了 耳朵有点聋 好的 这家版线比较重要 我们带来这样的 构建了一个人们的空间 把线 然后我的问题是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就是现在 幻想优化的时代 这个电影有很多的副集 很多副制 很多夜行 副的文化的快餐 就让我想到 可以说两个阶段 两个境界吧 各式浅层的阶段 就让您说的 它可能可以带来悬念 可以带来自信 然后做一种深层的阶段 就像周老总说的 这样的一种 阅读过程当中 深层的审美体验 包括进入到 这个阅读的 时空的范围里头 去思考和构建 然后他就讲到了 这个关于红酒 关于时间 我就觉得现在 对于香港的 很多年轻人来说 红酒 红酒嘛 这个太贵 没什么钱 然后时间嘛 又是碎片化的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 都会被消耗在地铁当中 消耗在无止境的工作当中 所以我觉得 我的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就是 你如何给我们这些青年人 做一个建议 在没有红酒 也没有时间的情况之下 如何做一种深层次的阅读 谢谢 我在跟港大那个演讲里面 谢谢你的问题 我在跟港大同学讲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 我那篇文章里面讲的很清 很提出很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最简单的 第一个关键就是 每天要问你自己 也不要红酒 清茶就够了 我叫这个面壁时间 最好是早上起来 上班以前 你稍微早半个钟头起床 你那个时候 就是孔子所说的 一日三省其身 你可以看本书 或者看一个诗集 或者是你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不想做的话 就打坐 也可以 我的办法就听莫达特 一边听 一边看书 或者打坐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都很忙 所以我就用古典音乐的比例了 我在这边就说 你要把你的生活呢 分成四个乐章 任何交响乐 都有慢版乐章 你开始是小快版 赶车上班 然后中间呢 你下午来一个慢版 慢版的时间 就是工作要放慢 那下面一个舞蹈 舞曲版 快快乐乐 下午茶 最后呢 再来一个总结 总结版 就是你要使得 你的生活有韵律 任何人的日常生活 都要自己创造 不然的话呢 你就没办法 完全受到时间的控制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代表 中国以前人是不代表的 你想中国一般的年轻人 明朝的知识分子 农夫也好 他是除了日出 日入而作 这主要是什么 就原来那种 计时的工具 是两个钟头一次的 晚上是打经的 代表是二十世纪书 才开始的 西方跟中国一样 在上海最早代表 到一九二十几 二十年代开始的 从中到表 现在有专门人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不看表了 上这个手机电脑 分秒必争嘛 你这个时候怎么得了 这个 我老婆每次看电 所以我老婆不带表 我跟她买了一表 她不带 这是明智之举 可是呢 她有时候看手机 这是你的实验 自己弄 那么下面就是说 你如果想再做一个 所谓品质的调剂的话 就是 大家可以在一起聊天 聊天的时候 大家可以比较 这是我们大家朋友常做的 你看了什么电影 我看了什么书 甚至于我觉得可以介约 就是说大家看 或者哪一段 你别人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这个 比较创意式的这种阅读的行为 是要自己造出来的 不然的话呢 你根本没有时间呢 我的办法就是 我把有些最 日常大家做的最多的 我做的时间做的最快 就是电邮 我专门雇了一位学生 把我的这个广告电邮 全部删掉 我不看 我根本不浪费那个时间 然后下面呢 你们看 你们要给我电邮 我回复一两个字就完了 我很少浪费在电邮上面 因为我写中文太慢了 有时候找个借口 对不起 我看不懂你的中文 于是就去掉了 为什么 有我自己的时间 不然的话 哪里有时间阅读啊 像邱老总 他那个每天 只睡三四个小时 我要七个半小时 才有精神 那么时间怎么 所以这个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一个基本的定数 就是24小时 除去睡眠 剩下的 有人 哲学家有人认为说是 什么叫做instant 那么这个instant 就是这个现实 这种 是什么时候 是一小时呢 是一分钟呢 还是一秒钟呢 有时候 当你真的是 进到一个阅读的 非常快乐的状态 或者任何 听音乐也好 甚至看电影也好 你觉得状态 那个时候 你会忘记的时间 你觉得好像 时间过得非常的美好 一下两个钟都过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上班可以偷懒 也可以偷懒一点 或者偷偷在上班的时候 看书也可以 就做这种 同时做这种行为 不要那么乖 不要那么乖 老师教得好 你是念书了 老师教得好就听 老师教得不好 你看你自己的书嘛 我当年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向老师挑战 我当年就看 我下面 完了以后我问老师 你考他 对不对 老师也要接受挑战 好多老师就是说 他是接受挑战的 最坏的老师就是 每堂课都讲同样的东西 用PowerPoint 我很少用 为什么呢 他没有时间准备了 那个时候呢 你既然有PowerPoint的话呢 你一干 把他的PowerPoint 弄下来 你看你自己书就够了 他念他的PowerPoint 你看你的书 你的时间就拿回来了 因为他的PowerPoint你马上可以从电脑里压下来 等你时间过的时候消化 他花一个钟头讲的你五分钟就解决了 特别是财经的课 财经什么Finance的课 我一个学生他说一个钟头就解决了 他几天的课他一个钟头就解决了 为什么 老师就讲同样的东西 当然我不说这个老师是谁 所以有些东西这种知识性 怎么讲消息性的 这种信息性的收集 这种Skill的东西不是那么难学的 所以有时候你时间利用好的话 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 我们都是要利用时间 讲太多了 不好意思 刚刚李教授讲了几点 我觉得非常有启发 一个就是阅读之后 大家要多分享和交流 还有电影不要一个人看 大家一起看完以后 可以再一杯咖啡一杯清茶也好 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不过刚才李教授说到 如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 能够像交响乐那样的四部曲的话 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好像有点奢侈 很难实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不过我相信对于每个年轻人 在校的学生来说 要主动的学习 这一点来说 我相信大家可能是带来更多的思考 好 下一位呢 这边是吗 李教授 我就觉得如果是喜欢看电子书的 好像失却了 比如有些人喜欢追求 第一版的手版书 还有喜欢收藏一些 作家签名的书 如果是看电子书的一代 可能就会失却了这方面的乐趣 我想看看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收藏书的一些经验 或者你自己在当中的瓦锤 瓦庆 收藏书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董锐 董锐最烈的收藏书 还有首版书 第一版的第一版书 我自己不收藏书的 为什么我自己不收藏呢 因为我收藏唱片 一个都不想收藏了 第二个收藏 因为虚太多了 我就敢给一千千 没办法 所以我就分享我的虚 我太远就送给朋友 我就借给图书 收藏书的乐趣 就是你非常喜欢这本书 特别是旧书 那个感觉不同 比如说你看英文的Dickens 第一版书 我在作家亲民的 我亲民的书 你不才收藏 送朋友就行了 因为我的书好差的 那个认同书的那个关系 其实你讲得不好听 就认同你收藏手标 都差不多的 但是呢 你应该对那个书 你自己觉得那个价值 有多过你收藏的手标 为什么呢 你每起台感觉都不同 所以对我来讲 我收藏什么也呢 收藏我自己觉得最好的 坚定的小学 比如说我最终一个 我的小学家 Dostoyevsky 他的小学有好各种不同的翻译 我全部都收藏 但《红楼梦》呢 我不敢收藏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红楼梦》 《红楼梦》 《红悬》太多了 一个呢 我还去收藏面呢 我一直都想抬 一直都没时间抬 这外面呢 普鲁西塔 那个 回忆往事追 什么 rememberance of things past 太多翻译了 我在呢 我收藏一个 我也几个 我好生那种 对《红楼梦》的一本小学 叫做Jean Christophe 约翰克里斯多夫 我一个朋友 跟我买到一套 当年这个 富雷翻译的 啊 我收藏这个 所以有种过瘾意义的 那个意义的 那几个玩到的 没那么不同 有点做个亲民的收藏 我对于作家磨灭 我几个也没有作家 我好多作家朋友 我好多作家亲民的虚呢 我的送别书都带好了 所以我几个也过得没所谓 因为呢 因为我太重于那个门门 就是text 重于那个作坑 多个重于作家 你可能比较重于作家 都没所谓 你收藏所有的作家的作坑 给了可以的好害身 所以那个都还 收藏还有一种意义 如果那个都有意义 就好了 最后没发太多钱 尤其是发太多钱 但你买需要 除非你买给半年钱的需要 基本上不需要赔那么多钱的 跟郑英勋收藏名标 钱差得好远的 亏还有钱 我的还没没钱嘛 好 谢谢 后面站着的这位先生好吗 李老师 多谢分享 您这个题目是这个全球化的人文素养 您自己也学过东西 我想问一下呢 就这个书啊 您有什么推荐没有 比如说 中国的书 当然西方的书 它也都分层次吧 对吧 有的教你做事 有的教你做人 有没有一些基本最经典的书 谢谢 我在那个人文六奖里面 我每一个奖后面都推荐 特别是最近那个简体字版叫做 就人文六奖那个里面 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第一次问我问题的是 一些财经界的朋友 就是做老板的 国内的 他们觉得很想看书 就问我有什么书可以提供 我最早开始提供人文书单的是 在2003年 香港沙士刚刚完之后 当时的喜闻学社 在座的社长邓文正先生 坐在前面 快睡觉了 他主持了一系列的讲座 我就讲这个人文的小说 当时我就提了各种书单 包括十大经典电影 中国文学里面 我最喜欢的十本书 然后通俗小说里面什么的 我一大堆 可是人会变 就是有时候 我现在喜欢的 我去年不喜欢 明年可能会不喜欢 就是人是会变的 我目前 我因为觉得中文书很多 我就看新闻书 新闻书看多了 就回到中文书里面 所以常常不定 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书单 如果你要问我 你可以问的再特别一点 比如说 你最喜欢的小说哪是本 我可以跟你稍微讲一讲 或者说你最喜欢的诗或者什么 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书单 基于小说来说的话 我的西方小说里面 我常常讲的 我最喜欢的 第一个人就卡夫卡 卡夫卡跟潘国磷一样 那么下面呢 就多了 Virginia Wolf 鲁迅 中国的小说家里面 我最喜欢的鲁迅 第二个才是张爱玲 第三个可能是沈从文 第四个可能是白仙荣 第五个是李子玉 应该把我老婆摆第一的 我看她摇头了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可以玩一些游戏 就是你可以交换一些书单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游戏 这样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好像是比如说你每天吃东西吧 营养对吧 你必须要有这个面粉 必须要有这个一些蛋白质 必须要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一点最基本的 比如像霍达慧老师推荐的那个 最基本的书是吧 对 他说《论语》啊 《老子》啊 跟《六处谈经》 还有这个《死记》 这个最基本的 特别是中国方面的 我已经没有发言权了 因为国内一大堆名人 每个人都在提出基本的书 我自己反而不愿意在这方面 做任何的发言 可是我 我把我个人的例子跟你说一下 因为我最近在中文大学 这两年来 为大学一年级呢 国文啊 就是中文啊 我给一个短期的课程 就是给四个演讲 每个演讲就是一个文本 一个文本 我都是选我自己最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 最有历史价值的 或者说最有经典价值的 我可以把我这个经验告诉你 因为我现在回去 就要开始做这个电脑教学了 就是把我的演讲变成电脑 以后你们说不定会看到 我自己的四五文本呢 我没有选论论语 我选择 我选择什么 第一个是史记 史记 史记的项羽本记 各位如果没有看的话 你们知道鸿门宴 可是除了鸿门宴的里面还有很多写的 是一个第二个是赤壁赋 前后赤壁赋 第三个是韩裕的元道 为什么我叫韩裕 因为它的背后是儒家 是孔子 孔孟 一直到 它是一个重要的 所谓转接点 下面就是 以后你可以继续可以看 这个宋明理学 第四个就是鲁迅 因为鲁迅是一个代表一种 现代立场来重新探讨古典的 那么这每一个文本 只有四个文本 可是你从一个文本里面 你延伸阅读的话就连起来了 对不对 你向于本记 横向的阅读就是刘邦 后面就是太史公 你史记不过瘾 来一个汉书 你如果觉得太旧的话 更老的是左转 你自己就支撑一个网 我是主张这种办法来阅读 而不是说哪位大师告诉你 看这十本书就够了 没那回事 我是把这四个文本提出来 我觉得每个文本代表了 中国传统的一个次传统 历史的传统是史记 对不对 这个前后赤壁赋代表什么 是中国的美学传统 是中国的道家佛家合在一起 在一种诗歌就精炼出来的 苏东坡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而且大家已经读过了 你们读过的话 我们可以找出一些新意来 那么你和他和其他的东西阅读 我是从苏东坡一直读到老三游记 老三游记的境界和苏东坡可以做对比 那么下面当然往上读也可以 装子了 装子逍遥游 对不对 你一下子又连起来了 那么原道我刚刚讲过了 那么下面鲁迅更不要说了 大家也都很熟悉 你可以把鲁迅和张爱玲 做对比的阅读 所以这样的话 你的文本就一下子就二三十本 非常丰富 如果你觉得不赞成 你自己再来四个不同的文本 又出来了 这是我的方法 刚刚李教授就说到 其实这个人文素养的提高 是要回归原始的阅读 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因为我不知道李教授也是个教育家 我不知道在座的是有很多是家长 有很多是这个年轻的学生 因为近几年在香港 我也接触到很多年轻的朋友 他们经常在说呢 他们选择的专业不是自己所好 而是父母的指令 就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 李教授就说到 大家都会看早几年 可能十多年前 大家都是说要做律师 要做会计师 做医生 这些专业的这个学科 近几年呢 大家都是一窝蜂的学金融 那么我们也知道 08年这个金融海啸之后 学金融的 本来都是一些学分 top的那些学生 也没有出路 在这方面 我不知道李教授 您有些什么样的见解 给我们的这个 我的经验非常多 因为我面临着在大学 做一个人文老师的挑战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救了多少学生 我最大的贡献就是救学生 从哈佛教书的时候 有一位越南学生说 我实在受不了 我念经济系 我说你休学一年 回到越南看看 回来之后 写了一个论文 得到哈佛最佳论文奖 讲什么呢 越南当时建国的时候的 用法文写作的这个 越南史 越南小说 后来这位学生 到处几个大学抢 后来他大概到 耶路径加法律了 还有很多再来的故事 这个就证明为什么 各位年轻人 千万不要低估 你们自己判断的能力 我要讲的更厉害 就是不要听父母亲的话 或者说是阳奉阴违 阳奉阴违 如果父母亲有钱的话 争取让他们出钱 让你们暑假去旅游 做人文旅游 不要做消费旅游 人文旅游 所以你到哪里 你这个人文旅游 以后 你要有人问我人文旅游 我再讲这个 然后就是说 我不赞成彻底的人文革命 就是我不赞成说 我就是不搞财经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 太唐吉克德了 这个不可能的 我虽然我自己自命为 有人批评我这唐吉克德 我觉得有两种 我们现在的生活 已经是受到多重的压力了 你不如把这个压力 变成主动的力量 就是当你在念财经的时候 不要把全部的精力 放在财经方面 百分之六十就够了 你不一定拿A 你B照样可以找到好事情 然后呢 剩下的时间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情 我最近在中文大学 我常常用 用我这个大学的 我的FIC 就是我在一个学院里面 就专门指导他的 他就是面临一个这个问题 结果是精神市场 要看医生 我把他救回来了 我的办法就是说 我说你照样念财经 没有关系 他说我得个毕业 我说无所谓 混过去就可以了 下面我说你看你最喜欢的东西 现在他申请 港大中大的文学都中了 马上要念这个 我说你念完之后 不一定学文学 你要让你父母 你要证明给你父母亲看 我有我的主张 我一定要在我的一生里面 找到我的文学的意义 也许你找不到 找不到你回到财经界嘛 这是我的一个方法 就是不要公开的 就直接的和父母 你当然最好能够跟父母亲协商 后来我见到他父母 我们谈得非常愉快 他们父母亲完全赞成他念文学 因为他父母亲知道 可能只是一时的 如果真的念得好 我就说那你将来可以到英国 到美国去念博士 我说博士不是轻易要念的 你要花很多时间的 这个投资就要小心了 所以人总是 我们生活在这儿 总是有选择的 当你觉得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真的是没有选择了 有很多选择是自己创出来的 所以现在大学教育 最大的问题就是 选修科太少 选修科太多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 大学念财经 应该是毕业以后再念的 或者大学四年级 念财经专业就够了 不要大学一年级开始 就开始财经101 不需要这么多 因为财经本身也在变 它的那个 那个诉求 它的那个用法都在变的 它变得太快了 当你大四毕业的时候 你的学问已经赶不上了 可是文学是不会变的 它只有新的解释 经典是不停地在增加 很多新的书出来 你就不停地解释 是越来越丰富的 不是取代的 不是说一本新书 取代了一本旧的经典 而是越来越丰富 可是财经也好 新的这种科技也好 是取代的 你旧的过了时就丢下了 没用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正是因为取代的快 所以你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一两年足够了 可是我这种说法呢 没有人相信 所以我只好在这里讲一讲 讲完了就算了 那李教授您建议我们这些 年轻的学生们 要随心去选择自己所爱的学科吗 绝对是 那父母给父母有什么建议 我们也有很多家长在这里 我就希望各位父母 这个稍微给子女 相信子女 因为香港年轻人 我要说一句好话 我觉得香港年轻人觉醒了 开始觉醒了 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他的意见 他们能开始在问 就是人逼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在压力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人的能力就发挥出来了 这是我的客观的论点 他就觉得 我要为自己的生活 做我自己的决定 这个 以前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香港有经济危机 有各种的危机 所以大家不要很听话 我在美国教授惯了 我的美国学生 没有人听话的 中学毕业 离父母亲越远越好 我的很多学生 都是从加州大学来的 我当时在哈佛的东部 为什么我说 他说我也离开父母亲越远越好 然后呢 父母亲对于子女呢 你一开始念大学不给你钱 让你去做工 当然有钱人无所谓 有钱人给你学费 剩下来你去做工 你自己做 为你自己的生活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习惯 可是现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 中国的家庭是它的优点 也是它的缺点 就是太照顾子女了 特别在内地只有一个孩子 不得了娇生惯养 搞到最后 这怎么办呢 你害了孩子了 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子女了 所以我不能 你们也不可以相信 100%相信我的话 可是我是诚心的 跟各位就是 你留给子女空间越大 鼓励她做他们的 有兴趣的创业的话 将来的收获也更大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 这点我又赞成全球化了 它改变非常快 你们子女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远远超过我们债带的资料 所以她知道的东西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下面要做的就是 让他们的这个 想要做的 想要他们自己的这些资料 要找出他们自己的意义 那么这个意义呢 最好是家长和老师一起 或者是朋友一起来帮助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许大家可以真正 进到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 我目前的感觉就是 香港表面上看非常和谐 其实里面家长孩子 之间的关系很多问题 所以我很诚心的要 你问的问题 我诚心要这么讲 当然你们不信也不守卫 好那我想问一下 今天我们有多少 是香港本地的这个观众 哦 我们修啊 还不少 那如果是内地来的 多不多 哦 哦 差不多 差不多 一半不到一些 那么其实我想 能不能给一个机会 内地来的这个远道而来的读者 好 请问你哪里来的 哦 中山 哦 说普通话 还是照顾 还是说普通话吧 然后就说 其实刚才提到那个阅读的问题 就是关于人文素养 然后其实内地现在是挺关注 现在我们青年这一代的阅读的问题 然后最近也很多 因为现在暑假嘛 像 呃 呃 香港有书展 然后我们中山也有书展 然后呃 八月份广州也有一个书展 然后大家都很关注 书展里面究竟要提供什么样的书 然后要呃 我们青年要阅读什么书 然后最近也有一个调查就是说 呃 也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的 就是说呃 内地的微博文化很发达 然后大家都习惯了呃 就是说这个现象的一个看法 谢谢 这是一个这是另外一个危机 就是说大家都是写的短看的短 啊 你手机发的短信是吧 微博是不能超过一千字啊 当然有两种说法 昨天陈冠中特别提出来 他说我们需要开始写长一点的文章了 啊 可是没有人怎么看 我的是 我是唐吉克德 拖鸟式的 就是说我写的也不看无所谓 啊 我常常觉得我写的文章里面 看的最少就是古典音乐 结果我朋友最多的是 在座几个都是古典音乐的 我的最好的朋友都是喜欢古典音乐的 没有关系嘛 我我写完了算啊 啊 啊 这是一种办法 每个人都 今天我讲的是阅读 没有讲写作哈 最近有一个数字 昨天我听到一位 一位美国的一位教授告诉我 他说现在的书 比以前出的每年书出的量更多 好像是一亿还是多少 很大的一个数字 可是说一半是自己出版的 就作者自己出版的 所以有人可能有这种冲动 就希望自己写本书 或写本更长的东西 可是你网络上做不到怎么办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鱼鱼熊掌 都可以得奸的办法 怎么样呢 就是你要练习 当你写短讯的时候 写得非常精炼 没有废话 最好是诗 就是你要出其制胜 因为这个出来 中国的很多韦伯的读书 有的时候很厉害 你一看 那个那种 这个简直是妙语如珠 你练习写这个东西 练习把你的很复杂的情感 用一种很简洁的文笔做出来 写的基本 人文素养 基本上就是要简洁 不是转来转去的 你脑子写的简洁 脑子就简洁 然后再开始丰富 这个我觉得尾巴照应可以做的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 你有没有变成的 我不知道 我是假想的 就是你自己一个长篇文章摆在那里 你们要看的话 我会传给你 我曾经想出一个办法来 现在还 我一个朋友想做 就是做一个广义的文化网站 你稍微交一点钱或者交一点什么 你才能够进去的 然后里面有各种专家告诉你 你有什么问题我帮你解决 你有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文章我帮你看 就像网上大学一样的 网上的自由大学 因为现在网站太多了 以后迟早会有这种网站出来 在国外已经有了 那么自己怎么样利用这个韦伯的优点 然后去除它的缺点 最好你们可能比我更懂了 也许你们可以找出一个更方便的做法 这是我刚刚想到的一个建议 好 下一位 教授您选吧 哪一位 就是后面 后面那位 我应该在 我刚刚没有注意到 哪一位是先举手的 我没看到 是不是重新再举一下 有人后面已经站起来了 好 请那位先生站起来 李先生你好 我现在有个感觉 就是说当一个社会 它的物质比较贫乏的时候 它书店里面的书 更多是一些人文方面的书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逐渐发达 书店里面的书就逐渐的去向于文艺化 等它的经济高度发达以后呢 它书店里面书慢慢就去向于工具化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的问题是 你认为在全球化下 人文会逐渐秘密呢 还是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什么 越发达 越发达是吧 我不太那么乐观 因为 其实人文的书现在也逐渐工具化了 有很多就是叫你说 英文什么叫做how to 你怎么写文章 怎么写诗了 就这种工具化的书越来越多 可是呢 有一个希望就是 往往你会 你会在众多的书里面 常常人文书很一下就看出来 就是一直独秀那种 一种突然这种 比较能够出色的书 基本上都是有人文色彩的书 你像工具书 科技的太多了 赚钱的书太多了 可是呢 有一本书有点人文意义 马上就出来了 很多人看 就是那个Michael Sandow那本吧 就是有什么东西 钱买不到的 畅销 其实它那东西也没什么 可是那本书就畅销 就是人文的东西 往往是这种东西 就是你比较容易抓到的 这是我基于人文书籍的希望 规定是长的 也可能是短的 往往是在危机的状况里面 写出来的 这些东西 另外就是 因为这个各种的媒体 带动出来的再版书 让我们有个机会重新重温这本书 比如最近叫做大横小传 结果一出来 还没有出来 新加坡的那个大横小传的书 已经摆出来了 那个书店很好 香港也出来 那个电影听说不怎么样 我还没看 可是呢 你让我可以回归 Fistro的那个书 这是一种办法 就是人文的书籍 似乎和时代 或者是那个节奏 有时候有点脱节 就是它不是应运而生的东西 它往往是出其制胜的东西 或者说有点不按理出牌的东西 或者是那个工具书解决不了的时候 突然有一本书 对住你这个工具书书了 像这种书 使得人文还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现在很多大学校长啊 很多这种有钱人都说 哎呀我们觉得人文很重要啊 我们要把人文排在前面呢 那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了 你看看他们给的钱 给人文的钱最少 给科学研究的钱是动杂极亿 多少亿 你看看现在的大学拨款委员会 就是这样 可是表面上都说 我们很重视人文 当然你也可以说 书本的出本量多 如果书本本身 就是一个人文的产物的话 现在比以前多了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目前来为止 那个网络并没有取代书本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的 那么我下面寄望的就是说 你看那个香港的书店里面呢 表面上的人文很多的 那个小说栏特别多 畅销小说栏特别多 可是我要找的人文的那种好书 比较少了 我很希望将来的书展会有这种东西 就是有一门呢 有一个房间呢 就叫做冷门书 就让我们这些人跑去看的 有好的咖啡啊 就是出其之上 人文修养 往往在这种漏洞里面 我觉得才会出现 才会着涨 而不是这种所谓 我个人认为就是不是这种所谓 可以把它用理性的把它推算出来的 用数字可以表现出来的 这个我不大相信 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李教授您选择一位 对不起 我愿意延长一点 如果你们愿意 因为这么多人 回答都短一点 不过各位随时可以离席 没有关系 好 哪位 这位吧 李教授您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我呢 就是前几年的我们几个朋友呢 有家长 有学生的家长 有老师 我们就搞了一个读书会 可是呢 已经两年多了进行了 在香港还在 是啊 在香港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 读什么书 对了 就是现在就请教 我们应该适合 我们也想提高我们的这个素养 尽管我们老了 但是我们就觉得 成立两年多 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聚会 这样 然后讨论一些 我们话题 或者一个主题 这样 但是我发现呢 就是 可能我们 就是我的水平不够 或者是 我觉得好像是 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 第一 第二 就是说 我们读到今天了 两年多了 好像是 不知道应该读什么书更好 所以想趁这个机会呢 请您给我们一个指导 使我们这个读书会呢 能够继续地延续下去 谢谢李教授 我不敢指导 就是 我 我只能分享 不敢指导 不过我非常 非常赞成你们的读书会 最好的办法就是 人不必多 最好是你能够 比如说你们 念科技的 或者 如果是人文的书 你找一位 跟学界教人文 像我或者其他的朋友 有关的 中学也好 大学也好 让他做一些建议 因为你要问我 知道 我就要问你说 你们现在看的 大概是哪一类的书 比如是小说呢 还是什么 还是传记呢 目前你们看哪一类的书 中文的 哪一类的书 其实我们的书呢 是什么都有看 什么都有 因为是不同层面的人 然后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归线 说一定要读什么样的书 原本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 第一觉得现在网络上东西太多 人与人之间 face to face的那种交流 那我给你一个非常切实的建议 就是你每一年或者每一个几个月 你找一个主题 就不要乱读 一个主题 就是一年一个主题 或者是半年一个主题 半年一个主题 比如说关于宗教的 生死关系的读 我马上可以告诉你读哪一本 西藏生死书 西藏生死书 你说跟佛家的 或者跟基督教有关的 那当然是圣经 对 你这样马上就出来了 你如果乱读的话太多了 太多了 因为你这边那边 当你这个几个主题 你们认为人生里面 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生死问题 爱情问题 然后你就读这个书 对 当然我是搞文学的 我赞成读文学的书 对对 其实我们多数还是看文学的书 比较多一些 但是不是各个人都对这个 有些是看一些励志的书啊 我完全了解 对 但是我们希望的 其实我们的那个目的是为了说 大家能够每个月抽出一个时间来 不是只是喝茶 盐茶 我懂 然后我们可以坐下来 做一些这个之外 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建议就是 你们可以到一个人家里 看一部古典经典电影 然后那个电影跟那个文本有关的 就拿那个 您说的这个太对了 我们就是每一次在每个不同的家里 然后每一个人 然后是 每一个人出一个题目 然后是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继续做下去 真的 然后我们有素食啊 比方说这一次是我的话 我就是有一个主题 我来想主题 然后我来做素食 然后下一次轮到他 他包饺子 非常好 就是这样 非常好 不要我知道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所以这个读书会 人多不重要 最主要大家能够 读书会最好不要太多 对 我们现在大约是六个人 六七个人 想吸引多一两个呢 还挺困难 为什么呢 你别看大家靠得很近吧 都是这个有时间 那个没时间 然后有的一看了 这个题目就开始推了 就说哎呀 这个题目 我回去还要准备啊 干什么的 所以就产生很多的问题 对对对对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 OK 好 下一位 Thank you 刚刚那位 对那位第三位 他举了好久了 那谢谢李教授先 其实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说现在大学 虽然我们可以自己的随性 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专业 但是客观层面上 我们也会受到一些 例如就业啊 职配上面的压力 然后 然后我当时也听你说 就是说在大学 有些课比较无聊 就可以不用听了 或者怎么样 这样反观过来 就好像大学教育 就有从一种程度上 就是像对一个人的束缚一样 所以我就想问 因为作为一个 即将进入大学的人 我想问一下 就我们如何把大学教育 为己所用 或者是如何 如何更好去 就是利用这一次 在相当于人生中的一次 挺 最后一次接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吧 应该是这种 这个问题啊 你跟我问题非常重要 我现在正是我关心的问题 因为中文大学 今年50周年纪念 我就想写一篇 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是为了中大的好 不是为他的坏 正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什么都以数字为主 而学生已经开始不满了 可是不知道怎么办 老师也不满 那么怎么办 我现在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目前还没有想清楚 我再看一些书 能够做一些 我是觉得 特别以人文教育来说的话 数字是绝对不可靠 更不可靠的就是 那个ranking 第一第二第三 根本不可靠 因为你背后的那个根据很难讲 它那个统计问题 统计数字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讲 素质素质还是quality 还是直数最重要 那么直数应该怎么开始呢 我个人认为大学教育 第一年跟第二年 不应该以选多少科为主 就是真的是好的通事教育 基本功在大一要做出来 那么这个整个的大学教育的改革 现在已经开始了 因为现在香港大学从三年变成四年 大家都在讨论 到底通事教育怎么办 目前还没有一个定案 每个大学都不一样 这个我是觉得 可是学生们呢 我觉得有个办法可以做的就是 充分创造你们自己的课外的时间 不要每天在课外的时间里面就做 做广告 你参加我的什么旅游会 做什么东西 那个做一次就够了 你其他时间做别的东西 比如说读书会啦 一起看电影啦 一起做什么啦 不同的东西 可是我现在发现大学生 都在模仿社会 卖东西啦 唱歌啦 跳舞啦 虽然很活泼非常好了 一起露营啦 社交不错 可是社交里面 似乎也可以加一点文艺气氛吧 当年我们 现代文学怎么组织的 就是大家一起交游 交游的时候 白显然就读他的小说 我就念我的演讲词 陈若熙就写他的东西 慢慢就出来了 白显说 那不如我们出一个杂志好了 现在没有杂志可以做了 会赔钱的 为什么不来一个网上杂志呢 你们自己来一个网啊 一个部落格 就是一个杂志就出来了 所以很多全球化的东西 可以为你所用 只是你没有思考到 这些问题而已 教育这个制度 我个人是觉得香港的教育 虽然比大陆的教育好得多 可是还是就是你提出来的问题 太注重数字了 刚刚这位同学 他可能提的另外一个话题 他很困惑 我相信他喜欢文学 但是呢 他说这个就业 也是直接挂钩的东西 那怎么办 我个人有一个很大胆的说法 就是大学教育 不应该和就业挂钩 就业挂钩 你可以有职业学校 或者四年以后 你上一个就业班 往往不挂钩的人 起来得更快 我可以举如数的例子 就是不一定是财经班第一名的人 将来是百万富翁 不一定的 往往是一个有创意的 读中文系的人 变成第一名 可是现在的教育制度 没有办法 就是 可是我最近见到一位银行家 他在恒生银行的 他就说 我们现在 我说你们是不是 怎么用人呢 是不是都是财经 他说不是的 他说各行都要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误解 以为说你一定要念财经 有财经专业 你才能够去银行 不一定的 如果银行家是这样的 我这个真凭实据 这位高级的 这个恒生银行的官员的话 这么说的话 我想其他银行可能也有 换言之就是说 你不一定在心理上先挂钩 你可以为自己找出一个类似的 比如说 你喜欢写作 可是又怕写小说没有饭吃 怎么办呢 你上新闻系嘛 或者说做一些文化研究 和写作有关的 你可以把将来我希望能够两种选择 就是说主修什么 副修什么 合在一起 在美国的大学多的不得了 我的侄女 一方面是学酒店管理 一方面学英文创作 两样都是第一名 现在两样都在做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这种例子很多要自己创出来的 当然你很难说 就是基于香港的这个制度 很难冲出来 可是我觉得只要你觉醒了 大家一起慢慢慢慢 也许可以冲出一个局面出来 我只能这么讲 谢谢李教授 刚才的工作人员在提示说 虽然有很多的问题要解答 但是下一场的这个演讲 也会在四点钟这里举行 这么一会儿呢 我们也有很多的观众 想要您签名 非常感谢 感谢李教授 感谢李教授